尊敬的各位悠悠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 能跟大家在油管频道见面 今天是我们频道开播的首日 我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的悠悠 来和我一起关注分享 各自的这样的信息跟见解 之所以称呼大家为悠悠 是因为我觉得它比网友更精准 我们是在油管频道相认的 相知的 相识的 希望也在这个频道里 我们能够更多的互相来交流 来分享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去分享各自的见解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权利 全世界有七十亿人 但是至少还有五分之一 在严谨地上的十四亿人 他们没有言论自由 不能够轻松自由 上网 去到油管频道来发表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来听听别人的想法 这是这个世界的悲哀 也是我们开通这个频道 很重要的一个主旨 就是希望通过沧海里的遗述 通过一个人微妙的声音 来能够影响一个人 两个人 一批人 使他们能够转变他们的想法 能够认清他们所处的环境 那么我之所以没有露出我的真容来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 实在是长相 对不起大家 就像马三立的相声里讲的那样 实在对不起观众 所以就不希望让观众 看了我的形象以后 马上转换频道 留一点神秘感 第二呢 肯定不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因为我已经身处在一个 言论自由 民主 开放的加拿大 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 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么第三呢 我呢 也是会开放评论区 如果有我们的优友 愿意去踩我 点赞 发表他们的想法跟意见 我都抱着一个欢迎的态度 即使小粉红 五毛 我也欢迎你们来共同的来关注我这个频道 我不担心别人去骂我 因为我已经活了这么大的年纪 我非常的清楚跟了解 人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谁人 背后不说人 谁人 背后不被说呢 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会被议论 都会被背后批评 这个并不重要 即使你不露出你的真容 不露出你的真实的性命 你去骂我 我也不会真正的去跟你计较 因为很简单 我不会把那样的谩骂的人 当成跟我是一个层次的人 那我就太高看你了 I'm sorry to say 你不在我的事业里 如果单纯只骂街 我也可以不客气地讲 我骂你一个小时都不会重样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频道 是开放给所有人的 所以我在这里 尽量地不说一个脏字 那么你无论怎么骂 对我来说 都不会影响我一点的食欲 影响我一点的情绪 我经常和我原来的朋友们去分享 当一个人去骂一个人的时候 首先是把他当成一个对手 当成一个比他要强的对手 才会去骂他 试想一下 一个三十岁的壮年男子 不可能去跟一个幼稚园里的小朋友 去跟他去斤斤计较 因为他不在一个层面上 那么同时对于那些个 高喊着祖国万岁热爱共产党的人 我呢也相信你不是我的游泳 因为庄子说 不与夏虫言兵 不与井蛙言天 你和井底之蛙去讲天是没有意义的 你和夏天的虫子 讲冬天的兵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因为他们没见过 他们不知道 所以基于上半的考量呢 所以我今天开始了正式频道的开播 希望大家订阅 关注 给我支持 鼓励 我呢 最终希望 这个频道不是永远的播下去 我肯定会自己会播 到什么时候我会停下这个频道呢 就是我 希望着 有一天 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频道上 自由地发表 自由地发表见解 也就是说 十四亿 严谨地上的 没有言论自由的人 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频道 可以关闭的时候 我的目标也就达成 也就实现了 那么今天呢 第一次开播 先跟大家报一篇文章 与大家分享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梦醒时分 是某个人 假托习仲勋老先生之口 给习近平的一封信 我把这封信的链接呢 也会放在我的这个频道下边 链接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下载 我呢 现在就把这篇文章 和大家去进行分享 这篇题目呢 就是梦醒时分 习仲勋 是习近平的一封信 近平五儿 我自2002年驾鹤西游 如白鞠过戏 转瞬二十载 呈祖德因弊 你建坐十年 由原来的惩悟打摊 整顿励志 举世对你充满期待和欣赏 突然改为性格乖章 横征暴敛 唯我独尊 不纳正言 悲色视听 党同伐异 排除异己 轰晦无名 夜狼自大 篡改历史 颠倒黑白 以革命之名 是独裁之士 禁淫个人崇拜 不能自拔 比毛泽东 还有过之而不及 自中共建党百年 你可以说是古今独步 没有谁出其左右 我一生金怀坦荡 无愧天地 本可含笑主权 无奈眼见你的种种恶行 令天怒人怨 作为父亲 我有责任和义务 代表无数苍生 对你灭命而逊 回顾你的执政 可以用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不明不智来概括 说到你的不忠 你不忠于历史史实 罔顾真相 欺骗公众 14年抗战 国民党伤亡近400万 导致败走台湾 共产党死亡 不足1000人 致民族危亡于不顾 偷偷壮大队伍 在背后与日本 暗通团取 输送情报 1949年 由货真价实的 汉奸卖国贼 摇身一变 成了抗战的领导者 窃国成功 这种说辞 如何对得起 3500万 死难的中国同胞 明明是毛泽东 浩大习工 不学无术 头脑发热 发动的大跃进 导致颗粒不收 灾民无数 恶嫖遍地 3000万人 活活饿死的惨剧 被演绎成了 三年自然灾害 何其荒唐可笑 那是共产党 对中国人欠下的 最大血债 就是因为 他们意识形态里 不能丢掉 面子的皇权思想作怪 不敢对外寻求援助 以万物为出口 虽然这笔债和你无关 可是你不把史实 公诸于众 还刻意隐瞒 继续把人祸 归给天灾 你的罪过 不比毛泽东少一分 你为了执政的合法性 美化十年文革 把一场无端枉死 2000万人 殃及亿万家庭 直接损失 超过8000亿人民币 无数古迹破坏殆尽 中华文明 几乎被灭绝的 矿谷浩劫 粉饰成 艰难探索 你开动宣传机器 重新上演样板戏 重走所谓长征路 开设各种纪念馆 浪费大量社会资源 企图红化国人 让不明真相的民众 去感恩党 跟党走 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 难道中国人不跟着共产党走 就不会走路了吗 中共建政时 那些名震还宇的大知识分子 胡适 林洪勋 林可胜 傅思年 董作斌 李济 王世杰等 如果还留在大陆 他们的下场 就和姚同斌 老舍 傅雷等等命运一样 不是被折磨死 就是被迫自杀 中共建政以来 培养出能享誉全球的专家吗 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中国人有什么贡献吗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思想禁锢 文化毁灭 中国人会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大潮中 毫无建树吗 华人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加拿大 台湾 没有共产党的土地上 都生活的 既自由 又有尊严 他们不是带着财富 离开中国的 他们一贫如洗 却在异国他乡 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绩 因为那里 没有像中国这样压抑他们的制度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 最智慧的人 他们依靠自己的眼睛 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一样 活得很好吗 反观那些 盲从 跟从共产党 这些人最终都再接难逃 死于非命 不用说万卧的共产党 就是政府 公民也没有感恩的义务 本来政府是公民选出来 为其服务的机构 做得好是理所应当 做不好就该下台 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了 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 而反抗政府 也是人民的权利 共产党犯下最大的恶 不是单单内部清洗 草菅人命 戕害无数灵民百姓 而是通过洗脑 使中国传统文化 熏悉出来的善良本性 荡然无存 儿子举报父亲 妻子之争 丈夫 所有的人伦被打破 所有维持社会运行的 伦理秩序不复存在 大家都别的变得像共产党一样 唯利是土 奸邪狡诈 口密复诫 提到你的不孝 无论在延安整风运动 还是文革劫难 我和无数老干部 均遭毛泽东疯狂整肃 我前后坐牢超过16年 搞形灰心 尊严尽尸 苟严残喘 因缺为一己之私 把人间恶魔毛泽东 作为救世主 鼎鼻膜拜 还把文革的失败 归咎于底层官员 执行毛泽东的意志不坚决 你只不过 是为了将来自己的注定失败 找遮羞布 把搞得一团糟的中国 说成是下边人 没有贯彻你的意图 我在青海期间 丹京节律 与当地喇摩上师 彻夜促席而谈 以最大的诚意 说服他们 相信宗教自由的政策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和信任 可是今天呢 所有的寺庙 道观 教堂 清真寺 都被要求升国旗 唱国歌 甚至唱红歌 这是史无前例的宗教迫害 和自以为是的愚蠢 即使文革时期 最多也是让僧侣还俗 不允许他们有信仰 而你治下的中国宗教 却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 行为共产党信仰之实 是对神灵的亵渎 是对信教者的责辱 你口口声声要文化自信 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自信 你这是文化自卫 我一生的心血 清誉 全被你毁于一旦 论及你的不仁 你一直倡导实现 所谓中国梦 你说的中国梦 不知道是中国哪个朝代的梦 你的道路自信 来源于什么 你们挂在嘴边的 勾结境外势力 其实 中共不是勾结境外势力 苏联 篡夺政权的最好例子吗 按照你的理论 西班牙现在要恢复大航海时候的辉煌 德国要恢复普鲁士时期的辽阔 英国要恢复日不落帝国的荣耀 那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即使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地质时代 都没有任何一个帝王 像你一样 大兴文字域 网罗罪名 构陷知识分子 北宋 太宗 赵光义 被扣准 拉着龙袍 都没有勃然大怒 表现出一个帝王的博大胸襟 曲章润 丙笔之书 你就耻夺其公职 还污名其嫖娼 任志强 不过是大胆 提出不满 你就小肚即长 将其下狱十八年 蔡霞仅仅是发发牢骚 你就冻结其存款 开除其空尺 零零后 女情人 不愿同流合污 扑没你的画像 你就送其进入精神病院 偌大的国家 竟然容不下一个湖畔大学 担心他们会进行颜色革命 实际是你个人执政 虚弱无力 潜流济穷的折射 现在还开动国家机器 跨境抓捕一个至于你们美化的 所谓英雄的十九岁青年 何其荒腔走板 如果他诋毁了英雄的人域 应该由受害人自行起诉 国家不能也不该成为诉讼主体 这是国际通用规则 更何况中共塑造的雷锋 刘护兰 黄继光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 有几个是真实的呢 这些被你们吹捧的英雄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悲剧 因为他们被扭曲了 被异化了 也是共产党的另外一个罪恶 你的胸怀 连一个一千年前的女人 武则天都相去甚远 他在面对洛宾王习文中 一袍之土未干 六尺之骨合脱的家具时 仍然保持了千千雅亮 经问是谁写的 叹道 有如此才 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 你效法纳粹 不愧于希特勒的称号 在新疆大搞集中营 利用真正的白色恐怖 打压新疆人 使百万人骨肉分离 让本来已经弥合的民族矛盾 暂现裂痕 而且是不可治愈的裂痕 你对私有制的仇视 对公有制的崇拜 折射着你内心深处的偏爱 打击私营企业 随意持多私营企业财富 甚至在私营企业里 设立党支部 西纪用党来领导一切 维持你不能维系的统治 让本来可以活跃的自由经济 回归计划经济时代 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伤害 也是对本来就爆火握心 技服严车的私营企业家 最大的残忍 更是对整个民族的犯罪 再说你的不义 香港本来是民主自由的标杆 每个人都拥有充分表达 自己意见的自由 你却背弃一国两制的承诺 把香港变成另外一片不毛之地 使中国形象跌入谷底 一笑大发 你不顾及2300万台湾同胞的 生存权利 文攻武嚇 试图武统台湾 造成生灵涂炭 你大力推动所谓一带一路 到处撒币 浪费民脂民膏 用厉害了我的国 制造虚幻的海市渗路 妄图恢复你脑海中的 中国古代帝王 坐享万国来朝的强盛 岂不知 那时候老百姓是幸福的 自由的 财产是私有的 受保护的 如果你真的强大 就不会堵塞沿路 不让百姓发声 也不会动辄 好聚自阅兵 你骨子里的恐惧和虚弱 可见一斑 古人说 支援者明 而你恰恰不明 你在中央党校大放瘸 认为时与事都在中国一边 这是对世界的形式 缺乏基本认知 俄罗斯是中国的宿敌 不仅仅侵战了中国 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屠杀中国百姓 掠夺资源 扶持了真正的傀儡 共产党 把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 带到华夏 枪害苍生 现在你却认贼为友 小心鱼虎毛皮 作茧自负 早晚被俄罗斯人反噬 你试图收回钓鱼岛 黄岩岛 与菲律宾 越南 日本这些邻居交恶 穷兵独武 挑起事端 和印度为敌 导致解放军无畏死伤 你连北宋的人宗都不急 他还知道不忍因赵家江山轻易动兵 导致苍生殒灭 你应该读读陈陶的诗 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国瘟疫梦里人 了解每次战争 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何况那些战争 还是保家卫国 和你的中国梦 大国崛起 完全是两回事 特别是对美国 美国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帮助中国 你却不识食物 自诩 予以一封大胸肌肉 你忘了 如果没有美国人 苏联早用原子弹 把中国炸成一片焦土 你最大的不明 已经和即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说你讲的诗语是在中国一边 有万分之一的正确 就是此刻正是悬崖立马 改型更张的好时机 也是积极融入现代文明 防止成为文明眼点地的好时机 你敢冒天下之大不稳 说明你对敌友没有清晰判断 过去那种大国沙文主义 依靠武力强权 暴政 丛林法则 势强凌弱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尊重国际法则 尊重既定事实 才是一个头脑清醒领导人 应该具备的世界观 难道两岸兵戎相见 再打一场内战 实现你所谓国家统一大业的强国梦 比台湾人民现实的幸福生活还重要吗 你统一的目的不是让台湾人民生活更幸福吗 如果人家已经很幸福了 你统一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你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实施金元外交 收买非洲 委内瑞拉 伊朗 北朝鲜 这些所谓穷兄弟 殊不知 依靠金钱买来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和鲍尔乃的爆发户一模一样 是买不到真友谊的 因为他们没有从内心敬佩过你 越南朝鲜 阿尔巴尼亚的教训还不够吗 你还看不清现在自己是孤家寡人 众叛亲离吗 你能找出一个现在中国真正的朋友吗 就连一只恪守中立 性格温和的欧洲人 都不能沉默不发声了 什么人才会三天两头想阅兵 是那些没有自信甚至胆怯的人 他们似乎要告诉外人 看看 我家可有这些武器 别轻易招惹我 其实掩盖不了内心的虚弱 只有俄罗斯和朝鲜 这样又穷又空的奇葩国家 才会用阅兵来释墙 遗憾的是你一直不齐厚尘 最后说你的不治 你仅仅小学毕业 却不知天高地厚 打破中国的官僚体制 建立无数工作小组 自人组长 试图按照你个人意志统治国家 搞得责权不明 总理和国务院沦为虚职 而你又缺失行政能力 有效进行管理 公务员无所适从 唯一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为观信条 搞得官不了声 中国历代百姓与官僚的比例 都没有超过六十比一 而为了维稳 现在每二十个中国人 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 究其原因 还是你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说到底是你外强而中干 色力而内人 大义发声 你大言不惭 对外宣称 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病毒是不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何曾对公共卫生 医疗系统有过经验 在专业问题面前 所有国家元首 首先是尊重专家意见 而你却贸然封城 这次是你幸运赌对了 这也是中国一党独裁的最大延换 当你赌错了 就是十四亿中国人的灾难 就像当初毛泽东独裁 无人可以制衡一样 把整个民族带入无底深渊 你多次告诉人们 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 这是最大的谎言 你们看到了很多民主国家 每天争争吵吵 可是正是确保国家 不偏离方向的自我纠错 避免独裁 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有效范围 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其实也是独裁的另外一种表现 我不是否认改革开放 而是说早就应该改 假如当时执政者不是邓小平 而是像你一样的毛左 或者邓小平也是一个昏君 继续闭关锁国 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一党专制 一人治党的日记 不该再维持下去了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长 却对科技 环保 军事 甚至考古 广发指示 整个国家机器 陷入吹捧你一个人的运转模式 难道不可笑吗 司马南 金灿荣 胡锡进 李毅 李子阳等这些 无耻小人 其心可诛 古往今来 知识分子的价值 就是不断向执政者提反对的声音 让当政者不舒服 时时保持清醒 就像古代的那些阎官 不断在皇帝耳边锅躁 非常不堪 非常讨厌 后人也常常骂他们过国 可是正是因为他们存在 皇帝很难独断专行 很难为所欲为 诸葛亮说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 所以清腿也 其实历史上不存在 小人和贤臣 是明君 满朝 皆是贤臣 是昏君 满朝 都是小人 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甚言 当有人把你捧为一尊时 你何曾脸红 何曾汗颜 何曾想到 这些人的用心险恶 你以为你是靠自己的能力 走到今天 担任国家元首的吗 那是因为我 因为我在党内和各派 都有良好的关系 你是红二代 他们认为选择你会更可靠 可是你却真以为 你是天选之子 还修改宪法 试图效法 另一个独裁者普京 何其无自知之明 你常常引用 截取熬牙的成语 摆出一副学服务车的样子 可是不扎实的基础知识 让你每每讲话 都留下笑评 你还通过这些运用文人 著书历传 你那不是在出书 是对文字和纸张的亵渎 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者 不是一门心思 想着自己如何名垂青史 而是在润物细物声中 让国家逐步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自己的影子 在历史中是模糊的 甚至被遗忘的 禅冤之谋的宋真中 赵衡是值得尊敬的 因为他拒绝了扣准灭了的豪情 选择了议和 甚至在历史上背负骂名 可是他成就了北宋的国体昌盛 百姓三百年的长久的富足安乐 胡锦涛貌似无脑 无所作为 却是大致若鱼 创造了难得的胡温黄金十年 你如果继续胡锦涛不折腾的策略 就不会有今天的外交挫败 全世界没有朋友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真正信仰 马克思主义邪教 换言之 所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哪一个不是民主凋敝 百费难行 胡锦涛时期 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但起码没有像现在一样 全是敌人 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是看不起中国人 觉得他们为开治 不配民主 没有共产党 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其实这是起人忧天 陨石撞地球 让地球毁灭的概率 也低于共产党毁灭 中国人活不下去的概率 你扪心自问 如果明天朝鲜劳动党倒台了 朝鲜人民从此就会沦为乞丐 还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能凭良心回答这个问题 就能知道共产党倒台了 中国人民是否会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的民主进程需要时间 但这绝不能成为你继续专政的理由和借口 中国人有资格 有能力 有理由 享受民主 即使在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里 台湾没有消失 中国文化继续传承 而中共统治大陆才几年 就把传统汉字变得面目全非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 被共产党当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业绩 去大输特殊 其实闭关锁国本来就是错的 改革开放不过是纠错 没有什么值得悬摇 你们不制定错误的国策 国家早就面目一新了 更不用说计划生意政策 你们朝令夕改 过去是只准生意胎 现在让大家努力生参胎 何其可笑 没有共产党的邪恶统治 中国人的创造力会被完全激发 中国的市场会更具活力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 你不要再打着为了人民的名誉 去执行恶政了 就像每个独裁者都会编制美丽的谎言一样 他们没有一个说自己是为了邪恶的目的 金家王朝 也不是什么貌似有益于人民的事都不做 如果什么都不做 政权早就垮下来 你应该去看看浪潮这部电影 共产党假设了一个个敌人 是人们产生恐惧 而共产党正是利用了人们的恐惧 其实中国人真正的敌人 就是这个腐朽邪恶的政权本身 你也没有敌人 你的敌人是你灵魂深处对权力的膜拜和尊崇 孙文讲过 天下之势浩浩赏赏 顺天者差 逆天者亡 共产党常说一个词 反动 什么是反动 就是反历史 大潮而动 共产党和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就是最大的反动 在中共建党101年 你们说的100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祸害中国101年之际 你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要么选择效法戈尔巴乔夫 利用休克疗法 解散共产党 还政于民 这是一劳永逸的最上上策 要么你选择君主立宪 你做荣誉国家元首 民选政府之政 此为上策 或者逐步过渡 允许反顿派阻挡 允许媒体独立报道 放开报警 此为中策 或者恢复地制 抛弃共产党 回到地制时代 实现你个人的帝王嫩 也好过共产党的独裁 此为下策 最差就是互恶不群 继续编织谎言 欺瞒老百姓 终身执政 成为独服民贼 被世人唾骂 时代赋予了你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 你并需摒弃大一统 最强国等落后 迂腐陈旧的思想观念 未来的世界 一定是以西方民主战略体系 为基础的文明世界 不是你高高在上 发号是令的世界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从做千古一帝的 黄粮梦中醒过来 很多伟人并不顾及 个人名誉得失 他们追求的是他执政的时代 老百姓是幸福的 历史不是依靠一两个 被标柄千秋的帝王 将相创造的 而是被无数有血 有肉 有灵魂的生命创造的 如果那些生灵是安全的 自由的 平等的 富足的 那个时代 也就是好时代 虽然他们的执政 是谁 也许没人记得 但他又如何呢 温家宝理想中的中国 是充满了公平和正义的 这话有点虚幻 我理想的中国 中国是这样 一 没有谁的房子担心被抢柴 二 政法委 中宣部 广电局 信访局 这些机构 不复存在 三 大学里有自掏腰包 来自美国 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来学习中国的文化 四 没人知道网警是干什么的 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发表 自己的观点 五 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可以自由地创作 他们的作品好坏 由市场来判定 六 有人戏谑你 或其他国家元首时 你和他会自嘲 七 财政预算里 再也没有维稳费支出 这笔天文费用 用在了教育 医疗和养老 八 所有部长 市长都和老百姓一样 排队看病 买菜 他们吃的 用的 打的针 都一样 九 政府官员的财产是公开的 十 天安门前的毛泽东信堂 改成民主纪念馆 六四民主议事 刘晓波等所有为民主自由奋斗过的英雄 被眷刻在历史封碑上 十一 孩子们学习的历史书里 是史实 而不是谎言 华盛顿在临危受命 担当美国两任总统后 说 这八年来 我犯了很多错误 现在是时候 我该离开了 让后来的人 可以修正我的错误 我冒着 对华盛顿最大的不尊敬 大胆拿你和和华盛顿相比 我希望你有勇气 在现有体制下 像伟大的华盛顿那样 和所有的中国人说 这十年来 因为我的学识 我的能力 我的认知 我的性格 种种局限 让我犯下了很多错误 而且是不能弥补的过错 我非常愧疚 也非常忐忑 衷心恳请你们的原谅 现在是时候该离开了 你们可以选择出 一位更有智慧 更有胸怀 更有才干的领导人 和你们一道 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昌盛 和人民的富足 而努力吧 倘如是 则是民族之姓氏 国家之姓氏 人民之姓氏 更是你个人之姓氏 子贡曰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焰 过也 人节见之 更也 人节养之 如果你不能世面容颜 继续 毕名色聪 则我不会再承认 有你这样的不孝之子 你也终将成为千古罪人 永远不能超生 请你熟思神处 长律顾后 正所谓 帝王万秤 总成辉 凡事如尘 天地悲 自不量力 终愧悔 梦醒 十分 极早归 乃父 仲勋 好了 长达七千多字的一篇 一篇习仲心 致习近平的一封信 我全篇和大家分享完了 那么刚才和大家分享了 这样一篇精彩的文章 那么其实想去表达自己想法的东西很多 我想时间的关系 下一次视频的时候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我突然想起来 最近看过的一部很老的好莱坞的电影 叫做Infinity 无限 电影的最后 有一段独白 我觉得在这里 作为今天我们首播的结尾 和大家去共勉 有时候我们会堕落 有时候我们会失败 有时候我们会搞砸所有的事情 但我们活着的每个瞬间 都和某种信念紧紧相连 这个信念就是我们在明天 下周或者来世的所作所为 这些都会积累成更重要的东西 比你自己还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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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